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多个重点城市都有波斯卡的体验馆 比如上海 沈阳 郑州 江苏 北京有六家等等 这些重点城市都有 你们连续四届受邀参加唯一一个由国家政府举办的进口产品博览会 简称进国会 在进国会上我们也是唯一的一家家用型医疗器械品牌 大家请看这边满墙的证书 抬头小我的抬头哈 这些都是权威的国际认证 都是我们这台遗迹获得的 有美国的FCC电子安全认证 有欧盟的CE安全认证 这些权威的国际认证 保障我们的遗迹绝对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那我们刚才说了 咱们公司中文名叫做什么呀 波斯卡 波斯卡 那我们公司还有个英文名 因为我们已经出口39个国家了嘛 我们还有个英文名叫做PERSCAM 什么意思呢 前面的单词PERS是波动的意思 就是我们脚上和我们身上麻酥的感觉 那后面的单词CAM是补充替代医学 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那听到这里新客人该问了 那怎么样补充又如何能把医学所替代了呢 那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失眠睡不着觉 我们平常需要吃安眠药 需要吃安定片才能入睡的 那我们做完这个仪器之后呢 只要你多喝点水 就能够让你安然入睡 一觉睡到大天亮 那再比如说我们是便秘 大便浪出来三天才能排一次的 咱们需要吃通便的药 需要打凯撒路才能排得出来的 那做完我们的仪器之后呢 只要你多喝点水 就能够让你大便顺畅排出 好 每天都能正常的乳测 大家说这算补充替代医学吗 算是吧 再比如说 那我们血压高 血脂高 我们血糖高 我们需要长期吃药 那做完我们的仪器之后呢 只要你多喝点水 就能够让你慢慢的减药 甚至是停药了 大家说这算补充替代医学吗 算 对吧 那更多的答案 将会在我们以后坚持使用的过程中 慢慢得到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天来来小伙子 肯定在想嘛 我们做了半个小时 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变化 对吗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 大家说波斯卡用了怎么样 效果快不快 用了就怎么样 用了就变了 对吗 那我们首先会有 底下几个方面的初期效果 首先第一个叫做排气 大家跟我一起说排气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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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是什么呀 对 打嗝 放屁 对吧 敏感的人会 呃 胃不好的人会怎么样 打嗝 会打嗝 胃好的呢 放屁 左近向下走 对吧 敏感的人呢 在这里屁的出来啦 不敏感的一会儿出去边走边放 再不敏感的 在晚上吃个晚饭 溜弯的时候 屁是一定会出来的 咱们在波斯卡 唱屁 唱做什么呀 比泡 比泡 比泡一下 怎么样 黄金浪雅 好事就要来一点呢 对吧 那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放屁排气呢 需要多 多喝水 多喝水 所以说我们拿着水杯 来 多喝水啊 小伙子 带水了吗 你拿着水杯喝水啊 水进去 屁出来 循环开始 循环好 才能代谢好 对吗 对 那我们第二个叫做排汗 原来不爱出汗的人啊 现在开始出汗了 原来脚干干的 现在变得温润而潮湿 过了一段时间 甚至不会有一个酸臭味儿 大家说脚酸臭好吗 好 好 为什么呀 新陈代谢好 对吧 咱们想想 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 脚会臭呢 年轻人 对年轻人 为什么呀 对年轻人循环代谢好 能够及时的把身里的垃圾 和毒素给代谢出来 排出来 所以说我们学完一期之后呢 脚产生了酸臭的现象 是不是好事啊 说明我们年轻态了 我们循环代谢好了 嗯 那么第三个的排便 使用完一期之后的某一天 突然间发现 咱们家的做便的小坑里 将一次性拉满 里面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气味儿恶臭 第二颜色很深 第三有黑色的泡沫拉到最后 第四上面飘到一层油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咱们排的便不要着急冲走 咱们回过头来观察观察颜色 闻一闻气味儿 区分一下是我们日常的大便 还是我们做完一期之后呢 排出长年累月堆积在我们大肠的褶皱里面的那些素便和毒素 好不好 嗯 那第四个叫做小便 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 留小便的日期 也是身体出现明显变化的日期 我们大家看这张数字 我们看这个数字啊 小伙子哈 还有墙上也有 特别的明显 说明这很重要 第一天 第三天 第七天 第十五天 第二十五天 这样不是简单的 一三五二四六的概念 而是韩国波兹港公司 二十多人科研统计报告 它的结构告诉我们呀 我们使用完仪器之后 在这样的自然天数里面 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会有大量的垃圾排出来 那什么是一呢 小伙子今天第一天来 第一次使用仪器就是一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留一瓶小便 那怎么留呢 放在这样的空瓶子里啊 小半瓶子够了 我们一会儿下去有的话 可以在微生间留一下 教会老师 然后写上名字和日期 今天留过两天观察 它是需要经过二十四小时之后 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分离出来 您会加入也可以 然后在到店里 放在店里一起观察变化 看看什么排出好不好 那我们说到小便 咱们也看看 别人的客人做完之后 能排出什么样的小便 大家想不想看 大家看这种 你看这种深色的小便 像酱油咖啡咖喳的小便 你看底下还有厚厚的沉淀物 渣子 大家说这是什么样的身体 排出来的小便呀 对 长期吃药 有慢性疾病的人 会排出像这种 深色的酱油咖啡可乐一样的深色小便 要不排出来了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嗯好啊 照顾排出来了 那我们的病人慢慢就好了 那我们还有像这样的小便 米汤色的小便 大家说这是什么样的身体排出来的呀 血脂膏 血液里有斑块 有血管里 会排出米汤色的小便 这种特别的浑浊 看到了吗 小伙子 看到了哈 那排上的人呢 排的小便是这种 这样的颜色的 这是什么颜色的小便 有一绿色的像绿豆汤 像苹果汁一样的绿色小便 这在医学上称为菌尿细菌的菌 我们有疼痛 就有炎症 是有炎症的人排出来的小便 绿色的小便 你看底下还有沉淀户 你看 像我能看到了吗